Hello 大家好 我是好人家的孩子 我母后摸书 所以换季了 你有买到自己心仪的衣服吗 有很多宝人给我拔死心 让我给他种草 好看又便宜的衣服 我觉得你们的重点 我给到了 是便宜 今天我给你们 搜集到了超级多 月销10万家 低至 23块8的 超便宜衣服 带你们来看 到底靠不靠服 全部都来自于 Pinkie 当然今天主要是男装 只是替你们看看这种 极其便宜的衣服 到底能不能穿 我们从开袋开始 第一件 哎呀我的妈 而且你知道吗 在这种超级便宜的店铺里面买衣服 他们的号就是很不准 我买的有些是XL 有的是2XL 有的是L 这一件我买的是2XL 但其实包装还可以 哇你这月销10万家 吓死了 这得多容易撞衫了 这是一件 轻熟的小西装 42块钱 还不过来看起来 我给你们看一下图片 好不好 都说买家秀 对卖家秀 屠杀你 这个衣服穿出来是长这样的 看起来料子还蛮厚的 是不是 但是这个 我好像没看见你们 它可能蛮适合夏天穿的 蛮轻薄的 料子很薄 我来 打一下 把这个标可以先剪掉 你不要再付肥我了好吗 我们都是自己花钱自己测评的 好不好 我要烫到你 你对着墙放 烫索吗 我不舍得 你还有利用架势 西装这种东西呢 就一定要韵嘛 不韵 它就不挺 尤其是这种便宜的 我去试一下 你不是现场吗 你们要穿打底的呀 穿什么打底 大家这样看空的 我们就是按照原图完美复制 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精神 好看啊 有点那个万分之一的像 我要给我穿改西装料 你不要乱说啦 这个质量 虽然我说万分之一嘛 这件衣服呢 可能要去参加一点什么 颁奖典礼呀 公司的年会呀 也可以就是在理发店里 通尼老师可以穿 总监 是不是啊 它就是不是很日常 但比我想象中的要好一点点 让我说实话 它的这个领子 有点翘边 怎么都摸不均匀 这衣服多少钱啊 42块钱 那你还要求什么 给你一套西装 你还要求它不翘边 料子不是特别的好 但它还好 线条不多 对对 因为有些衣服便宜了之后 它线条就特别的不多 而且一扯 它就是极透 这件衣服你觉得好看吗 好看抠一 不好看的话抠二 人好看吧 人好看的抠一 不好看的抠眼督子 我来看第二件 我现在全程是蹲着的 我现在整个腿在劈叉 这是一件拼接马甲 38块8毛钱 衬衫呢 哇 还是很有设计感 它是一个两件的设计 就是这里还有个假领子 很浮夸很复杂的设计 里面是衬衫 外面还揭了一件衬衫 肯定是超习五个大牌 感觉像是韩国元丹 我在运衣服的时候 是不是更加想托尼老师 这件衣服它还有个小巧思 这里有个拉链 它可以把它系在上面 可以拉起来 这个时尚的 这件衣服 有点显胖是吧 那是因为我本来就胖 第一点 这样 看上半身 这件衣服你觉得好看吗 好看抠一 不好看抠二 不你不觉得它有点像舞台装吗 就不像是正常人 会在马路上穿的衣服 但我说实话 你要说它丑 我真的是说不出来的 它是蛮特别的 它的时候有点像是骨折的绑带 那我得手放在这里 哦 好像哦 你想看卖家秀 好 给你看一下卖家秀 原图是长这样的 跟我穿是不是差不多 我把脸砍掉了 我不 你穿得好看 最好是 有个宝贝说 这件衣服有点像是欠夫 欠夫的 下一件 斑马衬衫 39.8 你别说这个衣服搞不好会好看 里面是白色 是真的好衬 这里面要搭一件黑色的打底 可以来刷一个弹幕 如果你觉得好看的话扣1 觉得不好看的话扣2 这件有点像是一个卫衣的外套 它不是一个正经的西装或者是衬衫 就蛮花哨 我其实觉得蛮好看的 这件衣服39.8 真的可以买的 拍拍照可以的 怎么说呢 这是公道自在人心 你们觉得好不好看吗 39.8我觉得可以买 把脸砍掉 长这样 就是你把它当传家宝 可能不行 它的整个材质有点像是 校服的一个材质 它这里面是有个松紧呆的 春秋天的时候 当个小外套穿一穿 但它这整体比较爽 在马路上走 肯定会有人看到你 可能会走到你的脸上 因为你是一条斑马 我们来看下一件 考虑到大家风格不一样 我还找了一些 轻熟难穿的衣服 哇哦 墨绿色垂坠感衬衫 比较薄透的一个衬衫的样子 这可能比较成熟一点点 这件衣服是 23.87 据说是免烫衬衫 其实还是要运一下 你可以看到的那个褶子 我已经看到了 这个衬衫 运到蛮好运的 一运就开了 就是有点线头多 这个比前几件线头多些 给大家看一下它的买家秀 哇 这个是成熟美男子 我的天 这个图拍的还是很厉害的 你看 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同样的图哦 这张图是长这样的 成熟霸道美男子 然后这个呢 你看老头汉衫 同一件衣服 有两个可能性的 成熟男人 赢在职场 这件衬衫 你觉得好看吗 好看扣1 不好看的话 扣2 上身的浮感还可以 它其实是有一个小差点 这看不太明显 其实这里是跳的 它设计有问题 吓死我 我以为你要摸这个 吓我一跳 我的天 这个就是 吓到18岁 大到88都能穿这件衣服 所以你认为 你刚刚胜过了买家秀吗 我也可以这样玩手机 就是会是有这样 把头切掉 差不多 我把搜狗再露一下 就这样 把头切掉 你想化人谁的头 哈哈哈 下一件 四股机能风马甲 25块8 机能风是什么东西 机甲战衣的意思 哎呀 这个衣服好皱啊 上面有个假马甲在上面 底下是一个衬衫 给你们看一下 圆图长什么样 你家叫 圆素风 硬子壮色 设计感 小众成袖衬衫 月销10万加 38块9毛5 这件衣服 上镜要比拿着要看好看很多 觉得好看宝贝 扣1觉得不好看的话 扣2 黑白配色永远不会错了 不好看 但是它有对 肩膀有两个黑头 就你不太知道这两套是什么 我觉得网上这种巨便宜的衣服 它有个特点 比较容易上镜 它大色快的 而且啊 他们穿衣服从来没有好好的展示 就是奇奇怪怪的姿势 要不然就是这样 要不然衣服大着 穿一半什么的 对 把脸全部都挡住 然后把头搜的巨小 然后你也看不出 这个是个什么东西来 如果你买衣服的时候 你没有看模特有阵阵阵阵地穿着 站在那 就像这样 那那衣服你就千万不要买 真的很可怕 他们说我头太大了 挡不住这个手心 挡住了吗 对 他们说让你穿一下 现场死我 给我穿 这衣服真的还可以 30几块钱 卖给你 你说卖 可以当睡衣战 不是睡衣 这件事真的 你上大学的时候穿这种衣服是可怕 那下次我们去成都的时候 我就穿这件 挂着两个暖水湖去 我们下一届 刚才有评论 我不是很喜欢 阿富爸爸穿 竟然意外的 不看 又是一个小马甲 25块8毛钱 这衣服怎么穿啊 找不到口了 大家看一下 这个图长这样子的 这个衣服肯定是丑的 我来伺候你 我的头不会放不下吧 他不用套头的 不套头的 这样套进去 这个衣服 FBI 这件衣服给大家看一下 你觉得好看的话 扣1 觉得不好看的话扣2 你把这个倒戏也准备着吧 你是杨阳老的吗 太像三级卡了 这衣服是不是离远一点会好 还可以 我觉得拍照拍局部 你也许还可以 局部 哪个局部 我感觉这套衣服 比较适合那种 设计学院的男生 或是浮表般的男生穿 他们说这个不适合 大家很好看 但这个露腰了 不是腰的问题 会看到夜毛 这个衣服我感觉是 今天里面比较难穿的一件 他们说不是吧 不是吧 男明星居然不刮夜毛吗 等我下次去练跳水项目的时候 我就会刮一下 不设计只穿工装啊 我刚刚是有一个错误的点 就是说你不管是学什么专业 或者是做什么样的工作 你穿什么样的衣服 只要你喜欢就可以 没有那种固定的标签 哇你胆子可真小 这弘扬个正确价值观 不应该是说什么样的人 就穿什么样的衣服 我觉得这是不对的 是你爱穿什么就穿什么 只要不伤害了其他人 好 今天的超级便宜服装搭上 就是这样 不知道你种草了哪一件呢 你对哪件最买意 对哪件最不买意 先说最丑的那件 身上的一件 然后我觉得好看的话 那件斑马的还可以 其实那件衬衫我觉得也还行 稍微成熟一点男生是可以穿的 欠夫的爱其实也还不错 也还可以 就是有点奇怪 今天我测评下来的话 真的是超出我的想象 有想象中间好很多 就包括他的做工啊 他的线头啊 真的 版型设计 还有材料都没有写的 那么糟糕 对 当然我也不是为这件衣服代言的意思 我只是觉得说 如果你生活费有限 或者说是生活成本有限 需要买一些好看的衣服的话 其实有一些比较便宜的衣服 也是可以穿穿的 至少我今天测评的这些衣服 还是能穿一穿的 但我不保证可以当传家宝啊 好 今天视频就这样咯 看你们啊 播